之前很多朋友都留意你提到企展108元 是赚钱的 因为1元凌多叫大家买 大家都问GEO价是否一元 为何现在高了那么多 以及应不应该吃股 现在简单说是应该要吃股 因为之前说母公司出一个GEO价就一元凌多 我们都叫大家在一元过一楼 很厉害啊 内位就一路慢慢吸 都说了两个星期 可能真的很多人听到了 或者大家知道临近的GEO微星 今天就越热的了 临近的GEO微星可能有些炒作 已经入定了货 早两天都炒起了最夸张的字 今天都挨住过半只一个四楼上 但是其实你说在财技那里就真的尴尬一点 你这么快偷步炒了上来 那其实令到那个大股东 你说去看这个GEO的原意就没有了 没什么人去 只愿意用一元去沽货的话 就反而令到大股东的收货的数量 就影响了 其实你看到现在 我相信看回CQAS 他最终那个持股量 昨天都看到金利凤的创位有变动了 最高的持股量可能都是近一半而已 如果看回企展这家公司的质素 大股东持有一个半 我又不是说他会跌下去跌穿一元 但是好像炒了上来 这么短的时间已经有五成了 再上去的空间 我自己真的觉得一半半的话 我觉得两条路 有货的 可能沽着一半线 就算你不想沽 可能设置一些支站 一些支站真的过四过三 一回就真的快快脱脱走 因为这些很多全购都是快上快落的 你可以很短时间内赚到很多钱 但是一转世你不走的话 最惨是你打回原形 就好像发了场梦 我 还没准备 都没准备 再来 我会去 我会去